我们再来看江苏省的情况 江苏省于昨天下午四点发布启动长江太湖防汛应急二级响应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 明后天太湖流域江苏南部地区将继续迎来强降雨 太湖水位可能进一步逼近保证水位 目前总台央视记者杨光正在苏州巷城区的太湖边 那么现在太湖的水情怎么样呢 当地又采取哪些防汛举措呢 我们来连线他 杨光你好 目前太湖的水位有没有最新的变化 请你带来最新的消息 好的韦秋 那我现在呢是在苏州巷城区太湖的岸边 那么这里呢是属于太湖的叫北太湖 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三点的时候呢 我们拿到了最新的一个水文数据 太湖的平均水位呢是4.45米 高处的警戒水位是0.65米 而今天已经是太湖连续第16天水位超过警戒水位了 那么此刻站在太湖边上呢有4个字可以形容叫风大浪急 因为今天在整个太湖面上的风力特别的大 而随着这样的一个太湖维持高水位 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太湖可以说是波涛汹游 那么在当地人的说法当中呢 这样的一种湖面呢叫做开花浪 太湖就像是水煮开了花一样 而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岸边我们能够看到 这样的一个湖水借着风力不断的去拍打着低岸 虽然整个太湖大堤在这一段有7米高 但是浪打到低岸的时候 太湖现在看上去到有点像是站在海边的感觉 那么因为是持续的高水位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远处我们看到有一级台阶 这里呢原本是我现在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太湖边的一个平台 下沉的一个台阶 甚至台阶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那么现在一半的台阶是已经淹没在了水面以下了 而其实在整个太湖的现在大家所看不见的湖面以下 还有一条很长的一个连廊 过去呢也是一个清水平台 那么现在整个的平台已经是完全淹没在湖水以下了 只有在风浪过的时候 隐隐约约能够从这个湖水当中 看到一根一根的小石柱子 还在证明这里原来是一个清水的一个平台 那么根据西藏部门的一个预报呢 由于在明后两天在整个太湖流域的苏南片区 仍然将遭遇新一轮的这个强降水 因此呢预计呢整个太湖的水位呢 在这两天当中还会有一个缓慢的一个生长 很可能会进一步的去逼近到四米六五的这样的一个保证的水位 那么随着整个江苏省呢 在昨天是启动了长江太湖的一个防循应急的二级响应 那么目前呢在整个太湖周边的这个堤坝之上呢 24小时的巡堤工作已经展开了 比如说像现在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 相城区的这个叫旺亭镇 那么这里呢总共是组织了153名的这样的一个镇上的干部 再加上一些志愿者 那他们呢现在在整个五公里的湖堤之上呢 是每隔两小时就要巡查一次 而在整个苏州市 那么在172公里的苏州市的太湖大堤之上 这种24小时的巡防和支手 也是在不间断的一个进行的 那么总体上应该来说 因为在整个苏州的太湖大堤 现在低岸的高度是7米 那么现在太湖的平均水域呢是4.45米 应该来说从目前从低岸到整个太湖来说 整个太湖的一个汛情 在这一段相对来说呢还是可控的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不断的去巡查一个低岸 毕竟太湖已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 去保持了一个超紧的一个状态 那么及时的发现一些险情 才能够及时消除一些防汛的一些影 那么就是因为太湖的 好 谢谢阳光 从江苏太湖发回的最新的消息 感谢观看